化身成為女劍士 全場有59支 如果你是第二或第三次來東京 你可以參考我上一支 即是四年前來的 但如果你知道東京市區 哪裡有東西玩有東西吃 你想去近郊走一走 可能就會給你一些方向 但近郊的東西呢? 選了很冷門 早安 東京第二天去Nissan Renault Car拿了車 在東京地鐵站最大的總站 真的很方便 上到二樓就會看到Nissan Renault Car 現在我們要出發到 防災地下神殿 我們去看看日本人 如何把地下的排水系統做得很好 看看他們如何比Smart Tano 真的不能放過手裂任何零食的機會 這個沒有吃過 這輛車真的有很多驚喜 座位裏面有一個可以充電的地方 有一個零食桶 坐一坐零食 嘩 再來 這個真的是零食桶 聞你驚未 哈哈 完美 一看就知道 這位不是日本駕駛者 全部都是Rust parking 這個是排水系統來的 距離東京就一個小時赤程 地周圍是有些綠油油的道田 所以真是 東京很浮飆 防災地下神殿 每日有三到四個時間可以預約 票價每個人一千円 官網是有英文的 所以沒有難度 從主要建築行爐三分鐘 來到入口廚 解說完就請大家 不可以拍照或攝影 不是有什麼機密 而是因為要下百多級樓梯 怕你摸摸 來到這裡的第一個感覺就是 好壯觀 好有壓迫感 馬上攝影機就可以拍災難片的感覺 還有AR的APP 可以讓你用手機了解這個防控系統的操作方式 全場有59支 頂和地下都做過特別的處理 所以水撞進來的時候 減低它的衝力 旁邊這個很深的樓梯 水集合到這個水位 它就會向這裡排出去 這裡應該是最普遍的 如果是敢挑戰 還有extreme少少 其實可以再去看很多的系統 穿了水鞋 頭盔 這裡上面是個足球場 我可以想像是多大 收到email說明天的義氣球是cancel了 即是Ticket的時候 已經說明了是不能refund的 只有兩條路走 一是在整個東京的行程中 跌出一天出來 硬來這裡 再去住多一天 然後去坐義氣球 而就是放棄整個行程 要到下一次再飛來東京 一年之內 你還可以claim這個義氣球 決定好了 我們就犧牲一天東京的行程 但問題是 那麻煩在哪裡呢 扔住一天的車 臨時找酒店 現在已經三點多 要租今晚的住宿 超貴 我不知道再一次reschedule 會不會去碎到 又天氣又不行又飛不到 所以最大的感受就是 如果是雙人一起吹玩 遇到這些事情 應該都挺容易吵架的 出來玩油發脾氣 其實真的拿來衰 唯有在損失最少的情況之下 就找一個選擇來做 嗯 哈哈哈 欸 有適合新手 很冷喔 哈哈哈 新手 頭髮還沒有叫totvlog過啊 這裡如果叫totvlog 會不會變國家新聞 哈哈哈 很糟糕的事情 不想要吃之前 真的 要主公下台 駕駛了兩個小時 來到日光 臨時租了這間 日式的那些溫泉酒店 很standard 吃東西的地方 和睡覺的地方 但是呢 因為我們臨時訂 所以這間房間是有很重的煙味 然後呢 我們來到呢 真的什麼都沒有了 去雲丁木村買杯麵 就搞定了 早晨 就是因為這場雨 打亂了我整個行程 住完之後呢 發覺到這間其實不是遊客那些來的 是比較屬於community 就是可能是在鄰近的朋友 去想走一走溫泉 所以你要發覺到這裡住的人呢 非常無敵事 既然滯樓在日光了 那離開之前呢 就去 一條街上拍一下照 看看一些很舊的建築物 其實 都挺漂亮的 我現在已經化身成為女劍士 我現在已經化身成為女劍士 好厲害啊 那些道具真的很足 哇 死定了 穿了這條鏈 哈哈哈哈 電影金十足的日光江湖村 我自己呢 就相當喜歡 我覺得它是一個 超級低的景點 入場券五千八日圓一日 要變身成為江湖人 還有很多角色得選的 已經想拍到你手軟了 而且現場還有古代射箭 玩忍者飛鏢等等的小遊戲 不同的時段 還有不同的忍者和花灰演出 多充實啊 我做了江湖人半天之後 發覺到 這支東西是相當不方便的 哈哈 不停頂著 有點複雜 交我UJ 不是很熟 來到這班車 很緊張 所以跑到這班車 好一點啊 說真的 我第一次這麼晚 來到郊外的JR 完全沒有人的 好郊啊 超郊啊 我們一走他就關門了 有警察 有警察 好想叫他裝我們 哇 終於到了 熱氣球的集合時間 是日出的十五分鐘前 日本就四點幾日出 所以一般上都會選擇 在這間 由飛行員經營的小木屋過夜 這個木屋雖然小 但很有質感 很溫馨 是由飛行員Shin 親手搭建的 很可愛 洗腦涼都已經是半夜1點幾 3點幾要醒 就是說我剩下3個小時睡 睡不睡好呢 我剛才想連妝也不下 明天就不用化妝了 一分鐘都沒睡到 就醒了 是沒醒 根本都不算醒 因為完全沒睡過 哇 你看 好美啊 粉紅色 原來要做這麼多東西的 飛一次氣球 很忙啊 大家都 難以預言表達的興奮 好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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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這是Pilot Balloon Vitoris Pilot Shane說 他需要看這個球 看五六分鐘 去檢查那個風向 看它飛行員 現在不見了 哇 這些就是日出 4點50分的日出 好美啊 我們來到一個很空曠的土地 搞定這個東西了 就要飛了 為了令到大家有一起參與的感覺 我們是需要自備手套 和工作人員一起設置熱氣球 超好玩 轉眼間就這麼大顆了 好美啊 起飛啦 我是有畏高的 但原來慢慢升起 就不會覺得高的 最高的高度呢 會飛到三千尺 轉眼間 整個日本都在你腳下 人在高處 就感覺所有的問題 都變得很小 如果天氣好一點 是可以看到富士山 Shin 說了一句 很有哲學性的說話 你在熱氣球上面 感受不到風 因為 你就是風 本來我們正在降落 然後因為風向變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再上升 才可以到達我們要降落的地方 所以賺了 本來我打算會很厲害 但是太早了 所以還好 暖暖地 又火熱了 好了 現在我們慢慢降落 幫忙設置 當然要幫忙dismander 用風扇把空氣吹冷 就可以更容易收起氣球 據問 喝香檳是挫熱氣球的習俗 慶祝並感謝每次的出發 和降落成功 還要燒少少頭髮許緣 雖然今次的日本旅行不盡完美 但旅行就是有驚喜最好玩 事隔三年沒來 日本依然是我很愛很愛的地方 這一集的資訊和網站都會在video description 大家如果不嫌棄我亂亂拍vlog 就可以去看我以前去滑雪 去富士山玩 浸溫泉的片段 我的instagram也會另外有分享 じゃあまたどれ